帶來這一個 跟你今天的水中一樣紅耶 紅啊 都是紅的 你看看 而且紅就算了 我戴在我的手上你就知道 它有多大顆 這一顆超大 滿大的 五年前買的 好大 五年前買 買多少錢 二十八萬 對 就是五年前告訴我媽媽是 媽媽是七十七歲的大壽 是 她現在八十二歲 八十二歲 對... 還很健康 因為兒子很孝順 每天看到這些東西多開心 有藍的 有紅的 這些配件 我覺得都適合媽媽帶 當然啊 也有紅珊瑚 七十幾歲的老人家帶這個 好漂亮 但是你媽媽不要去 掛這個去買菜 我告訴你 不會啦 那一支蔗子五個 參加聚會 有聚餐的時候 有錢人來了 送給她貴一點 太大了 大家都會覺得很漂亮 真的 很漂亮 她也很喜歡 而且我覺得紅色拿來祝壽 很剛好 很讚 對不對 這個顏色是 我們知道珊瑚裡面 最典型的叫 牛雪紅 最好的色 媽媽收到禮物 會不會說你不要再花錢 來買 沒耶 她都沒有 她說什麼 她都說 買 買得好 都收下 因為她這個年紀的 她就說能有這麼好的戒指 什麼項鍊可以戴 甚至衣服 我都買很好的衣服 這樣的媽媽真的很豁達 我覺得很對 因為很多老人反而其實會說 我要留錢 我給我的子子孫子 對 我聽到的都是這樣 昨天我在家拿這個寶石來回 張秀卿跟一些歌手到我們家 我媽媽還炒米粉 然後我說媽媽八十二歲 還炒米粉 親自下廚 還是親公什麼什麼 下次拜媽媽到店面 那天我們劇組都到 我們來瓦牆 我來拌桌 拜媽媽 我才媽媽拿手菜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真的很棒 真的很漂亮 很厲害 真的 真的喔 像我這樣講話 除了牛雪紅還有什麼特質是 在買珊瑚的時候要注意的 這個珊瑚 你要長到這麼大 非常非常難 那學長買這個 不是講給他 他是打到四季 是 因為這個角度 您在差不多十五年前 二十年前買的話 二十五 二十八萬就對了 兩百八都差不多 真的 那因為為什麼呢 他最主要是說 這個大部分有一個相當程度的 是我們內地 中國人的炒作 是 他也不是炒作 他就是需求 那因為紅色帶吸氣 是 然後又是在聯合國裡面 他又是這個所謂的 叫做珍貴的生物 他要提升了一級 所以說大家就追求者種 就會不斷的想要去擁有 這樣東西 對 所以就暴漲 那時候都來台灣買 那台灣你知道 他是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珊瑚 以前很多的珊瑚公司 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哇 我們內地的朋友一來 買的 大家都好像生龍活虎 還反攻 還到大陸去買 房地產 買了很多 有一家很有名的公司 叫查理 都很賺錢的 所以說那這幾年 就慢慢又稍微消下來 那消下來之後 您就可以花比較合 不是合理啦 比較優惠的價格 選擇很好的這個紅珊瑚 我真的還建議各位 有機會的話 你有朋友 你可以去選擇 像這樣的產品 有的人說 這是有機質的寶石 我承認 對 但是有機質寶石 假如它是漂亮到不得了 對 其實在收藏是無仿的 最漂亮 是有機會的 是... 好 今天這個紅蝦胡姐姐 幫忙評估一下 送媽媽的答案 來 媽媽很愛喔 來 多少錢 來 請建架 四十五萬元 好 這個也不錯耶 對 這長不願驚人耶 對 現在其實 現在你要買這樣的東西 其實再過一陣子 當然是因為 整個華人的景氣 稍微盪下來 但是你不能否認的 現在就是整個那種 後疫情時間 結束以後有很多有錢人 他會選擇高品質的 珠寶標的在收藏 他收藏 他也不是說要賺錢 他就是一種 反正就是賞心悅目 我曾經高到不得了的時候 買不下去 現在來買 我覺得也蠻適當的 所以其實在以前 這個是非常非常貴的 要不然你不相信 我們台灣最高樓 最高的大樓裡面 有這種專櫃 你看看 你實在... 你真的只能看 遠遠看 他不敢去動手 很貴 但不是說他貴 合理 是 好 這個很好玩 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的 這個叫做有機物 有機物的珠寶市場裡面 就是珍珠 還有這種珊瑚 然後另外的可能就是像 那如果是以高價值的 一個市場的話 就是 那你覺得 這兩個物件 哪一個的未來性是最好 珊瑚 珊瑚 為什麼是珊瑚 量少 因為珍珠可以被養殖 對啊 而且現在淡水珠 有部分取代了那個海水的珠 是 因為從二... 就從兩千年開始 因為中國大陸 內地的這些好朋友 他們的一個收藏珊瑚 這個量已經淡下來了 第一個 現在中美貿易 所以他們也沒有出來消費 第二個的話 因為習近平打色的關係 所以更少人在消費 所以現在珊瑚是 非常便宜的價格 可是你要知道說 珊瑚沒有新的珊瑚 都是之前存留下來的珊瑚 對 量少了 但是未來呢 未來的市場 大家要買的話 再買的話 風雲再起 都是買原來存下來的物件 它會再漲上去 好喔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這是一個好的投資標的 最大的因素是 廖老師帶了一個大胸虎 珊瑚胸針 這個是小 這個是小東西 這個是小東西 因為這個是珊瑚 我拿來做一個物件 我把它變成是一個藝術型態 所以要買廖老師設計的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那你如果要買 買單件的話 就要像那個易德兄 夠大 夠漂亮 這樣夠大顆的一個 阿咖的當物 牛血紅好不好 對 還有交代我要講 你不要 自己來自己 你不講看 我明明沒有講 但是這是一個好的默契 非常好 來 今天來到最後一件 你看看這個珍珠想念 對 我的天啊 多好大喔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木端 看會比較小顆 它每顆都很大 每顆都很均勻 大小的都差不多一致 我剛才量了一下 從15mm一直到12.6mm 是 對 所以都是一般很大的 都算是大顆 好像他們家的鴨肉丸一樣 鴨肉丸 鴨肉丸 鴨肉丸都大啦 我們媽媽帶起來泡袋 這個如果媽媽帶起來 漂亮 其實你來帶也是好看的 好看 所以我覺得那個珍珠 本身它的大小顆 互分年齡層都怎麼樣 它的顆粒都差不多 而且這一顆喔 均勻啦 是易德哥很用心在找 因為他是去珠寶展 你也去看珠寶展喔 我也會去啊 那個什麼 有那個什麼古董的 我也會去 所以這個在珠寶展看到 買多少買大家 十二碗 十二碗幾年前 差不多四年前 怎麼又新鮮呢 一千錢 實在是 一千錢不一樣 你這個喔 它就是觀光的化身 然後觀光那邊噴的 沒有 我是從那個被騙喔 買錯了 買了很多 慢慢學習 一路走過來 對不對 慢慢沖沖去學習 像南洋 白色的南洋豬 我們在選擇的時候 是 那珍珠有很多的想法 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叫做 圓 珍珠 南洋豬項鍊 通常做成項鍊 一定是瑕疵多一點 是 整個完全都無瑕的 那個有 但是那可能 不是我們在買的 不是說我們沒有資格買 是說它可能就是要 很高檔的 那可能拿來做拍賣用的 比較很少人做 那第一個圓 整個都圓 第二個呢 它就是這個 小的跟大的不要差距過大 對 就小氣了 第三個就是它的 循序漸進 對 它的光澤 就是光澤怎麼看呢 我們就是把人看在裡面 你看到人印在裡面 跟鏡子一樣的 OK 再來顏色 它要什麼白中帶粉 當然很多顏色 也有這個黑色的 帶孔雀綠 那這個白色是最貴的 這個在宴會中 帶起來特別亮 那假如表面的瑕疵少 它的光澤就會更亮 這樣 平整嘛 對 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 很不錯的 這條 競不完美 是 你覺得十二萬 我覺得你十二萬買便宜 真的嗎 我覺得它可以上去 總共有 三十三顆 三十三顆 來 我們 我跟你講 好 媽媽帶珍珠就是對的啦 我 我做了 我做了一個國民外交 就是送了一張畫給安倍招惠 對 但是它那一天 我沒有看到它的人 我只有看到它 脖子上的那一串珍珠 它帶什麼 帶什麼 就是脖子上的那一串珍珠 真的耶 真的 它就帶一串珍珠 耳環也是 就簡單 俐落 日本人呢 它永遠都是帶珍珠 代表圓滿 是 凡事都要圓滿 對 所以這一串比這個還大 這個不得了 對啊 所以我就說 它十二萬很OK耶 我有預感 我覺得 這個安全 今天這個應該安全 這個應該安全 不會是這麼認為 我覺得可以 我們試試看 我們來 33顆喔 33顆喔 來 我們看多少錢 請見價 29萬7千元 恭喜 砂頭 上去 好 下去了 這個 藍洋豬啊 這幾年很多人說 為什麼這個有機值 還這麼貴 我剛才講的特色 那就是 光澤好 那也很便宜的啦 那不圓的 當然它價格就會比較低 但有的人說 那我不要花那麼多錢 我買那個稍微不圓的 帶起來也OK啊 事實上是OK的 因為有機值 本來這個寶石 它就是 你就是不帶 它時間一到一個程度 它自動還是會氧化掉的 不過因為這幾年 那整個國際的關係 很奇怪 這個南洋豬 你知道嗎 在豬包產 從來沒有看過 什麼攤位說 什麼寫一個CLEAN Goodbye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他會使用 整攤賣光光 只有整豬會這樣子 真的整攤賣光光 那真的很奇怪 那就是內地的朋友 他們喜歡這個南洋豬 大量的購買這個南洋豬 但是不是因為這樣炒作 這是被需求 但因為這是養殖的 所以它可能會越來越多 也有可能 不過呢 這樣高品質的 這個珍珠 您只要就擁有就好了 我真的不建議你 說買一大堆 是 但是還是需要 要買一條就買最漂亮的 建議你 所以就送給媽媽 媽媽好開心喔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未知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